大家早 今到第四天的假期了 在今天又是4月4號的兒童節 許多的朋友帶著小朋友出去遊玩的時候 兩件事情要注意了 第一個要防晒 第二個記得要補充水分 因為今天的溫度會比昨天還要再更高 像昨天的高溫到了中南部 可都達到接近30度 北部也有再接近29度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在昨天到今天的話的天氣形態來說 都是屬於晴朗穩定 而在禮拜二禮拜三 這兩天的假期來說 今天的兒童節跟 明天的清明節來說 天氣都是晴朗 中午的溫度都是偏高 不過有點不同在於 清明節的下午以後開始 封面前緣開始雲層接近 使得在北部地區中部的山區 開始雲層量增多 到了傍晚接近晚上以後 再開始有雨了 等到了4月6號這一天 也就是星期四的時候 大家要上班上課 在這中部以北 都有局部的降雨狀況出現 南部地區的雲層量增多 但這個封面在禮拜四的時候 開始要接近逐漸通過 禮拜五的時候 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尤其加上封面往南移動 降雨的狀況連包含了 在台南嘉義都有一些些機會 那高雄跟屏東目前看來 並沒有機會只有雲層量增多 所以氣溫在週五下降了 週六周日這北部的低溫 就會到16度的低溫 所以感覺起來真的有點涼涼 白天沒有超過20 但南部地區的高溫還有在27度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屠了 雲屠上面我們先注意雲層 現在雲層的發展主要在 長江流域的位置 可以注意到在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形成一道 滯流的封面雲帶了 而這道封面還沒有南移 最重要就在於北方的高壓 目前仍然是偏弱 但到了今天晚上開始高壓逐漸南下 封面開始往南移動 到了明天的時候 封面雲帶逐漸的接近 我們台灣北方的海面 到明天晚上的時候 封面前沿的雲層接近 就會開始有些短暫雨出現 來看看地面天氣突浪 今晚的地面圖可以看 封面雲帶已經從 封面變成封面雲帶 正在逐漸的游溪往東的方向走 北方的高壓也在高緯度逐漸的通過 不過穩度狀況來說 在今天出遊跟明天出遊 中午仍然是中午偏熱的天氣 來看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白天的溫度型態 來說在外島回到舒適 那早晚天氣還是偏凉 台灣本島部分 西半部都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早晚有點雲層 地形雲層 但日夜溫差都偏大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凉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還有白天等一下出門活動 陽光強 外出防晒工作 不能少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